全球议论大动态 近在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本周我读报 那么上周我休息 结果水清汽车的事情 闹得是不可开交 那么本周还在持续谈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水清汽车那些事 国际聚焦 我们先来关注欧洲议会的选举 我们先来关注欧洲议会的选举 法国的两大媒体 一个是自由报 还有今日法国 都在谈这个问题 其中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核心点 就是民意究竟支持谁 是究竟是维持欧盟的统一 还是向某些右翼 是希望能够竞速地来脱欧 另外我们再来看 还是欧洲议会选举 德国之声就指出 欧洲议会选举是环保和民粹的胜利 环保指的是谁 指的是德国的绿党 另外就指出来 移民也是一个大问题 究竟该怎么处理移民问题 也是在这一次的选举过程中 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还是在说类似的问题 你像这是法国当地的媒体 就指出现在马克龙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就在于勒庞 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 从支持率的角度来讲的话 甚至超过了马克龙 所以马克龙现在感觉到压力山大 这是来自于香港01 我们来看大公报有一条消息 民调就指出 欧盟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移民问题 然后是恐怖主义 还有成员国的费用 经济 气候 失业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问题是一箩筐啊 下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 中国时报和大公报 都有两条消息 一个是反欧的势力抬头 欧盟可能会劣劫 不仅仅是英国脱欧 其他国家有可能也会 布英国的后尘 还有呢就是 极右不再被边缘化 欧洲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那么信报有一条消息 就是英国保守党党魁 现在已经有八人来竞逐了 还有呢就是 《经济日报》里面 就把这八个人都罗列出来了 但是我们来看 赔率最低的是谁 是约翰逊 也就是之前的外长 所以他的赔率低 说明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来自于《经济日报》 还有信报有一条消息 就是特雷沙梅说 脱欧局将会变本加厉 当然在这个评论里面 指出一点 就是特雷沙梅 你并不是铁娘子 不要来美化自己了 还有就是现在 英国的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已经不再考虑 什么工党了 保守党了 他们会认为 脱欧已经让我很难堪了 所以这个票不好投 这是来自于泰伍士报 再来看英国的独立报 包括《新挑起报》 都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特朗普现在访问日本 相扑 看这是日本国内的 一个重要的比赛赛事 成为接待安倍的重要客人 也就是特朗普的一个 重要的象征 另外我们再来看 还是类似的消息 日本的共同网就指出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 展现日美团结 强调要构筑伙伴关系 当然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破格来款待 谁呀 款待特朗普 而且排场超过了 日本天皇登基 这是来自于台湾的联合报 下一条消息 还是在说类似的问题 每日贸易协商 从目前来看的话 想谈成不容易 所以特朗普说 既然日本的参议院 马上要选举 所以的话这个事情 咱们就推到7月份之后 这是来自于台湾的联合报 那么香港的信报就指出 每日首脑会晤 无论是高求外交 还是相扑外交 无助于贸易谈判 双方在农业问题上 在汽车问题上 根本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特朗普说 我不着急 其实说不着急 比谁都着急 香港的《星岛日报》就指出 特朗普指朝鲜 试射小武器 不值得一提 但是这个立场 和日本的立场 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大 那么特朗普是希望 弹化朝鲜进行 导弹武器的试验 就是希望把朝鲜问题的解决 作为自己加分的政绩 这是来自于南华早报 还有就是英国的《卫报》 有一条消息 包括联合早报也在提 白宫发言人就指出 特朗普和金正恩 对拜登的看法是一致的 什么呢 Low IQ 你的智商很低 作为一个现任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说自己的未来的候选人 竞争对手 IQ低 我觉得这个话 确确实实听得有些刺耳 好了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我们来看《星岛日报》 和英国的《卫报》 在说俄罗斯的核动力破冰船 下水 建直北极 北极需要大量的破冰船 还有呢 《明报》 就说一个问题就是 伊朗暗示公投订核协议的存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大家把这个事 交给公投的话 如果老百姓说废除 那我就废除 所以这个问题 看似把包袱甩给了老百姓 还有一个 我们来看今日俄罗斯 和以色列当地的媒体 在说两个问题 一个是伊朗就说 海湾这些国家 可以签署一个和平机制的协议 而不要让其他外部的势力 来干预海湾安全与和平 当然呢 伊拉克就指出 伊拉克可以成为中间的调停人 避免海湾爆发新的冲突和战争 另外一条消息 我们来看的是 联合报就指出 外国压低汇率 美国就认为你这是补贴 还有呢 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有可能会成为 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长臂管辖的一个新的经济手段 我们来看经济日报 贸易战爆媒体战 美中女主播周四交锋 这说明一点就是舆论战 现在也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的旋律 这个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卫星网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讯社的主编 称阿桑奇是当代最伟大的记者 这个人曝光了很多 不该曝光 但需要曝光的事情 所以他比较伟大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台湾的联合报就指出 美国网络武器外流病毒 现在导致很多州出现了问题 比如被勒索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网络司令部 和他的国土安全部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他们所研制的病毒武器 看来没有保管好 所以对其他的州 包括其他的国家 带来了重大的威胁 这个是什么呢 泰国前总理 逝世享年98岁 这个人实际上在泰国的政坛 是九副盛名 来自于香港01 还有一条消息是FBI文件 接了一个人 马丁路德金 说他和45个女人有染 所以这个人已经逝世很多年了 现在把这个消息暴露出来的话 看来马丁路德金 未必也是一个完美的人 这是来自于太阳报 和星岛日报的相关消息 还有呢 就是德国专业员 与犹太人 不要公开戴小帽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德国现在 反游的势力还是存在 所以的话出于安全考虑的话 不要再戴这个小白帽 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 和香港的明报 再来看文汇报和信报 也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打游戏机会上瘾 世卫呢 现在把打游戏机上瘾 当成是一种病 而且这里面就指出 如果不能够摆脱游戏机 对自己的缠绕和困扰的话 你是病 如果是病就得治 还有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 这是来自于欧洲 一些国家当地的媒体 关注的是什么呢 还是关注欧洲议会选举 而且关注未来欧洲的走向 那么今天的大千事件 我们就继续持续地来看一看 这个政治话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欧洲议会选举 会引起欧洲国家的瞩目 就在于这里面是保守和开放之争 现在有一些极右 包括绿党认为应该保守 甚至把移民应该排除在外 还有呢就是鼓励的 就是单边主义 就像特朗普一样 但是还有很多国家 尤其是中左 中右 更多的是希望采取自由的方式 也就是自由经济 鼓励多边贸易体系 鼓励移民 有条件的可以在欧洲国家停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恰恰表明欧洲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 有很多国家 有可能会步英国的后尘去脱欧 所以这次选举 具有一定的风向标的指向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报 中华聚焦 我们关注大树剧博览会 大树剧博览会 现在在贵州召开 大公报有一条消息 就是习近平倡导数字经济 而且专门发函来置信 另外呢 China Daily里面就指出 习近平呼吁在大数据领域 各个国家之间 要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 另外我们再来看 《南华早报》一条消息 说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在数字经济 博览会期间 有些国家还是针对科技的问题 对中国进行指责 那么这个噪音是不可能没有的 所以双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 有更多的博弈 但是从整个科技领域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实际上也是一场科技战 也对中国给予了极大的警示 我们再来看 看《经济日报》一条消息 《人民日报》就再批美 搞科技霸权妨碍进步 但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 军事霸权 金融霸权 包括其他的制度霸权 关键在于什么 就是科技霸权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不可能放 再来看彭博社的一条消息 就是特朗普现在希望要对 谁呀 对华为进行封堵 但是有一些企业就认为 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华为的打压 可能会殃及美国的企业 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不利 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信报 任正非就指出 靠自己一定不会死 这就是自立自强的概念 还有呢就是我们来看 华为现在又被美国为主的 其他的国际组织来打压 包括失去了WiFi制定权 蓝牙也可能会受限 你看这里面提到了很多呀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PCI 可能这是个总线的概念 大家未必理解 这实际上对华为受限的话 对于华为的很多 比如它的小型机啦 比如它的笔记本电脑啦等等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但是华为现在已经说 我准备好了 这少来自于《星岛日报》 和香港的信报 还有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的话 还是华为 华为如果被禁的话 对于美国农村的区域里面的 这些网络的使用 将会带来极大的问题 华为说我的产品和服务 不会受到个别组织 对我受限之后 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还是在说华为 那么路透社就指出一点的话 就是华为今年的 智能手机出货量 可能会降低到四分之一 为什么呢 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谷歌 谷歌的应用如果没有的话 对于习惯性 采用谷歌应用的一些人来讲的话 未必会使用华为的手机 那么华为也否认 6月24号将发布操作系统鸿蒙 什么时候发布 我们希望这个时间越早越好 联合早报 还有就是联合早报就指出 反对中国抵制苹果公司 任正非就说 他是我的老师 而且他是第一个反对 对苹果进行报复 因为苹果在全球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也是苹果的产业链之一 商低1000必然会自商800 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 还有一条消息 就是中国主导全球锂电池的供应链 我们来看中国现在所占有的份额 无论是和其他国家比 还是和美国比 现在都已经遥遥领先 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 也是因为有一些国家 把它当成是中低产业链条 把它甩给了中国 现在中国已经做大了 但美国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再回去 这是来自于其他的一些报纸 我们再来看 这是南华早报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稀土 稀土如果中国对美国 包括对其他国家限制的话 他们国家的一些稀土厂商 必定要启动自己的稀土的战略储备 甚至需要来自己来加工稀土 对他们来讲的话 成本将会高涨不下 还是南华早报的一条消息 说的是中国的芯片研制企业 现在已经把芯片的关键器件 减少尺寸达到一倍以上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5纳米以下 这对于中国的芯片发展来讲的话 将会是一个至关性的作用 非常关键 那么明报和信报有两条消息 也都是在说芯片的问题 贸易冲击半导体的企业 当然是最受伤的 还有就是工信部的副部长就说 中国的芯片产业和国际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希望融入到 全球的芯片产业链之中 并不排斥其他的国家 还有经济日报就说 美加关税订单将会减少 工信部就说影响总体是可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之间在工业制成品上 相对来说贸易额并不是很多 那么美国干涉集成电路业 工信部就碰 你损害的是供应链 对中国肯定是损害 对你美国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这是来自于信报 还有一条消息是来自于 英国的路透社 两条消息 一个是贸易冲突 可能不可避免 倒逼中国 加速向产业链的高端布局 这个恰恰是特朗普 最不希望看到的 但是既然你倒逼我的话 我只能这么去做 还有中国官员称 美加关税对华制造业影响 总体可控 将提升工业开放水平 美国你不跟我合作 我可以和欧洲合作 这就叫开放 FT社评 美国救助农民的政策是欠妥 说白了就是缺少一个公平 什么叫公平 可能有些农民得到补贴 还有很多的农民得不到补贴 所以的话 你那个补贴不具有公平性 那么中国四月份 美国大豆的进口量 较上月上升了15.9% 对巴西的进口激增 所以美国的农民 肯定是看在眼里 着急在心里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路透社 星岛日报两条消息 一个是科技战棘手 中国GDP的增加 仍可以保留 这是我们的目标 而且大选前 料中美难达全面协议 这个大选指的是美国的大选 特朗普肯定会着急 再来看郭树清警告 投机者不要沽空人民币 也就是人民币现在出现 适当的贬值是正常的 中国的经济面 总体是看好 所以这样一个小幅度的贬值 并不能说明问题 千万不要去沽空人民币 这是来自于信报和证券时报 还有信报有一条消息 就是内地加紧监控 中小银行的流动性 确保稳金融 那么陈宇璐 陈宇璐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他就说支持民企 来通过债市来融资 不仅仅通过银行 也可以通过债市来融资 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大问题 我们来看信报有一条消息 萧刚 他就说资本市场的发展 科技吃重 也就是科技企业 应该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这样的话 才能让这个国家的科技能力 包括总体的GDP的科技含量 有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科技吃重就对了 好了 中华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我们来看 李克强总理就指出 减税费关键 而且要确保落实到位 而且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如果要降低成本的话 将会刺激其他经济的发展 这是来自于信报和经济日报 那么经济日报就指出 李克强考察山东 谈话有一些重点 一个是谈经济形势 另外谈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减税降费 还有就是谈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还有就是谈科技创新的问题 事实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么旺报有一条消息 就是李克强询问水果的价格 也吓到了李克强总理 因为价格非常高 你像苹果涨了75.5% 这个价格确实让老百姓 很难有水果的自由消费 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消息 由夏良聚焦 什么呢 就是夏良现在要收购了 是不是能够稳物价 对于政府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还有我们来看 中国4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数下降了3.7% 从两位数一月变成了负的 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发展的话 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不利的因素 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信报有一条消息 深大通他暴力抗查 董事长现在是引咎辞职 作为上市公司接受监管是必须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也是来自于台湾的旺报 一国两制的博物馆 将会在北京设立 让大家了解一国两制 究竟它的由来是什么 这条消息 美台三个首次来玩火 那么台海现在已经变成了火药桶 一个是提升台美之间的互访的层级 另外呢就是不当的更名 都表明现在有些人在踏着台都的红线 在往前走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这个消息来自于经济日报 大公报有一条消息 说的是植20服役 陆航空中突击 将会添加新的力量 换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植20成为中国 无论是海军航空兵 还是陆军航空兵的 一个重要的杀手间武器 当然了植8呢 它可以快递谁啊 快递山猫 让山猫成为远程投送的重要火力支撑单元 这个是台湾的旺报 也就是中国大陆造的航母 将会第六次海事 而且有可能会在两月之内交付 比如8一之前 比如十一之前 大家可以期待这样一个好的日子 即将到来 那么世卫首次认可中医要的地位 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实现中医要的国际标准化 另外呢就是要缩短中医推广应用的时间 既然被承认了 下面的工作 相对来说要好做一些 所以世卫这样一个承认 对于中药企业 包括中药的发展 将会是大有好处 今天的焦点评论 我们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水清汽车 上周说的是如火如荼 那么这一周呢 还会不断地发酵 我们就说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两条消息 一个是来自于香港的明报 社失信资金问题 新华社三问水清发动机 另外呢就是人民日报 有一条消息就是创新 别变成了创伪 这个伪是伪科学的伪 这个是来自于新浪微博 所以这一次水清发动机 所带来的问题 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科普的讨论 究竟这个东西是真还是伪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水清汽车 为什么变成了众矢之地 为什么会变成众矢之地 实际上这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违背常理的 按照道理来讲的话 你像水清汽车 按照他所发明的人的道理来讲的话 他说我加了水 他就可以跑 而不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 后来他又说 我这里面需要加很多的添加剂 比如催化剂 这样的话才能跑 究竟是通过电解水的方式 还是通过其他化学反应的方式 让它释放出氢气 这个氢气在推动发电机发电 然后再推动电动机带动汽车 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技术路线 所以我觉得现在 从整个水清汽车的发展路线来看的话 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它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还有就是氢能源汽车 一定要创新 但是创新的关键是创真 而不是创伪 但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家企业有可能会在很多问题上 存在重大的问题 比如现在国家对电动车 对氢能源车采取大量的补贴 那么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拿出来所谓符合标准的 能够赢得补贴的汽车投放市场 而且汽车的投放 如果没有量的积累 是很难形成体系化建设的优势 所以这家企业 现在就存在很多的问题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究竟这个氢能源汽车也好 包括水氢发动机也好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希望专家能给出更加合适的解释 不要让创伪 创真 变成我们考验创新的一个 所谓的标准 这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的话 不会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创新的关键就是创真 不要创伪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